来看到这名热血的救人一消 高雄发生了一起车祸 这名富人当场被压在车子底下 刚好有一名一消经过 建议勇为立刻是号召路人帮忙 有人停车也有人做生意做到一半 全都放下手边的工作 14名的路人是合力将车举起 将富人给抬出 非常感人 绿灯一亮 画面中的小轿车突然往右转 一名富人骑车直行 两辆车当场撞上 这么一撞把富人撞进车底 女驾驶吓得慌了手脚 这时一名一消开车经过建议勇为 立刻下车帮忙救人 但轿车实在太重 一个人根本无能为力 一消灵机一动招手 拜托民众帮忙 手移起来的时候 发觉她的手已经是断掉的这样 就招手嘛 然后大喊说车底下有人啊 赶快帮忙抬 然后他们来的时候 我们就把车子抬开 眼看情况危急 不管骑士开车的驾驶 甚至一旁的店家 都放下手边的工作 14位民众全部冲过来帮忙 有人抬底盘 有人抬轮胎 大家一股作气 将车车举起 都没想到啦 反正我看路边的人 快把他招了 快把他救了 叫来 叫来让他招救起来 看人家把他救了 还有这样一点 很高兴的 大家的爱心救了富人一命 车车举起后 一消李总林帮忙急救 又用车挡路保护富人 大家伸出援手合力帮忙 让人见识到 最温暖的人情味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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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